现在经济领域 比特币什么情况 我再告诉大家 比特币没未来 货币一定倒闭 货币比特币一定倒闭 没有任何选择的 有些话我会给你们说 记住今天起了说的话 618 比特币是共产党和伊朗和俄罗斯 最大的一个洗钱犯罪的攻击 是和西方所谓蓝金黄最大的罪恶攻击 昨天我和某国家2号领导人 深刻地交谈了两个半小时 我相信这个人未来是世界的领导人 而且这暴力革命新中国联邦 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 我马上要和咱们的老朋友 要在那吃个早午饭开个会 据说王岐山刚刚跟他见过面 他说我要跟你谈谈王岐山 不是王岐山给我烧啥馅 刚跟王岐山见过面 还是一外国人 他俩能说啥呢 我还不知道呢 大概也就十来分钟就到 昨天晚上睡得很少 前天晚上没睡好 因为态度会了 所以就是怎么就打坐就找不到 蹦一下的感觉 所以昨天是很多很多事 将近20个小时就没停过 脑子就老有点没打坐打通的感觉 就老是懵懵的 今天早上就啪一下就开了 一闪 这脑子就啪一闪 行了 今天一天脑子就清楚 所以这个打坐有多重要 信仰啊 信仰啊 信仰是一切的一切 那我会想快点 过来 我会想快点 就算不信用 怎么看